你要是不乐意拖 我就帮你拖 他想干嘛 他想干嘛 王爷 王爷 里面考试的 可是为女子 是王爷 进去有一阵子了 他额头带伤 是我的考题吧 你就是那个活尸体吧 你怎么才来啊 我都等你好半天了 大人 我的考题来了 我可以考试了吗 放肆 能 伤者难 身成六尺 额尚有伤一处 你蹲下 你蹲下来我才能看清楚啊 让你蹲下就蹲下 既然选择了来当考题 就得配合到底 这是硬物撞击造成 伤处还没有伤过药 应该是所晚的事 伤处除血域外 还有均匀轻微的擦伤 应该是被一个 扁平形状 打磨不太精细的 硬木质器物撞击造成的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左手手背有一道 手掌宽的瘀烧 是重物挤压造成的 应该是 人踩的 还是被男人踩的 掌根处的伤 是手掌撑在平伐的 硬物上造成的 这几处伤 几乎都是同时发生的 我 起开 好了 您可以把衣服脱了 继续 不必了 你先前验的都对 推测的也对 我伪之谷处 确实有处于伤 不过你不必看了 验到这里就可以了 那不行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检验单上一半还不够甜呢 要是验成这样 我肯定考不好 你是考题 验不验你说了不算 你要是不乐意托 我就帮你托 他想干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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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何时说过我是考题 你刚才 在外面的时候 我说过吗 没 没有 你明明就说了呀 我只说你能够开始考试了 挺意 下官在 王爷有什么吩咐 下官失礼 请王爷恕罪 我 我 王爷 你 你就是那个 安郡王 小金鱼 放肆 不得胡言乱语 还不向安郡王行礼谢罪 你的瓜 比刺史大人还要大吗 嗯 你这是干什么 我以前 没见过这么大的官 但我见过刺史大人 那年前周刺史大人 上我们镇上的时候 我们县令老爷专门教过我们的 只要见到刺史大人 就得下跪磕头 给刺史大人磕是磕一个 您的官 比刺史大人还要大 我就多磕了几个 多磕几个 够不够啊